House 刚才的那句House是沙巴有族同胞在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 我们知道沙巴有生肉面 索曼达 神山 这些美景美食和美人 但你可知道沙巴还是我国生产最多手掌的州属呢 沙巴从1963年至今57年内就换了14位手掌 尤其是在1994年至2004年间 短短10年内就轮替了7名手掌 起因要从1990年沙巴团结党政府时期说起了 当年团结党政府在大选提名之后突然宣布退出国阵 时任首相马哈迪因而大感不满 一是决定让巫统东渡沙巴 试图迎回沙巴政权 来到1994年沙巴州选举 团结党鼓吹本土政治 但马哈迪却指责团结党搞分裂一族做大 并献议如果国阵胜选就由沙巴的三大族群 轮流担任首长任职的期限为两年 不料国阵输了选举 但却没有彻底落败 因为在选举落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多位团结党州议员就先后倒戈组织新政党 并且加入了国阵阵营 导致时任首长百林失去简单多数议席 黯然下台 国阵靠这些前团结党的议员成功执政沙巴 而马哈迪也遵守诺言落实首长轮任制 在首长轮任制下的第一名首长就是巫统的沙卡兰丹带 他在上任九个月之后退位 交给同样是巫统的沙烈赛义 之后由华裔代表杨德利接任 成为沙巴史上第二位华裔首长 穆斯林华裔代表都上任之后 便轮到非穆斯林土著代表伯纳东国 可惜他却在不久后的1999年周选中落败 只当了九个月的首长便下台了 由于东国未坐满两年 不少人认为应该继续由非穆斯林土著出任首长 时任副首长左色鼓虑也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的上位 结果马哈迪以人民不支持国阵为由 推举巫统主席奥苏苏干上任 建满之后再由华裔代表张家杰接任 但下一院首长的棒子却没有轮替到非穆斯林土著代表 而是交给了巫统的穆沙阿曼 来到2004年全国大选国阵大获全胜 巫统便趁势反对沙巴的首长轮替制 指美医院首长只做两年会阻碍政策实施和州的发展 在成功废除首长轮替制之后 沙巴首长成为了巫统的囊中物 从此开启了穆沙阿曼时代 一直到2018年509大选才被明星党主席沙菲毅取代 本次沙巴州选到底谁主江山 谁都说不准 至于选民能不能够用选票来决定沙巴的未来呢 嗯 不利吧 够了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